台中有一名越南籍的移工不滿妻子 和泰國籍的同姓男子發生了婚外情 於是持力氣直奔 勤敵在西屯的租屋處 痛下殺手之後騎車逃離 遭砍的男子送醫之後搶救不治 台中移工不滿妻子出軌 持力氣到男子所住的這棟租屋處 動手行凶逃離現場 這棟大樓就是胡姓男子行凶之後 逃逸的地點 不到兩小時 他就在門口被警方逮捕 事發在十一號下午一點多 三十二歲胡姓男子 和同是越南籍的軟性女子 在越南結婚 兩人先後來到台灣工作 但軟性女子在職場 認識泰國籍的同姓男子 兩人因此發展出不淪戀 胡姓男子從手機對話記錄 發現自己被戴綠帽 憤而痛下殺手 附近民眾說這棟大樓只有部分樓層 租給移工出入並不複雜 發生情殺案讓住戶議論紛紛 而遭砍的同姓男子送以不幸身亡 動手的胡姓男子則被依過失致死罪 以送偵辦 胡姓男子不滿妻子和其他人油染 一氣之下衝動釀貨 不只得面對刑責 恐怕也挽回不了妻子的心 記者文匪胡杰倫 台中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